大家好,我是爱说真话的Tiger 苹果E18Po提升20% 但高通联发科更猛 这段时间没有心机发布 除了隔壁苹果家的微震Po有些人围观之外 数码圈还真的蛮无聊的 好在,最近出现了一波关于下一代旗舰芯片的爆料 闲不住的Tiger就趁着这个空档 和大家盘盘芯片吧 前两天刚刚盘过一波高通骁龙8进4的消息 话说性能直逼苹果E18 今天继续展开说说苹果 联发科,高通三家的新一代芯片 让今年打算入手旗舰的小伙伴有个语气 话不多说,先来看高通 近年来随着高通骁龙处理器的逐渐加强 当前骁龙8进3处理器 在Geekbench跑分库中的表现 已经接近苹果E17跑上期视频 我们提到了近日爆出的骁龙8 近似处理器的跑分数据 单核跑分2845 接近苹果E17跑处理器 而多核跑分达到惊人的10628分 接近MacBook中搭载的N3处理器 作为参考 三星Galaxy S24 Ultra的骁龙8进3处理器版本 在Geekbench 6的单核跑分为2300分 多核跑分为7249分 如果爆料属实 意味着骁龙8进4的多线程性能提升高达46% 那么苹果这边如何呢 据最新爆料数据显示 苹果E18跑的Geekbench 6单核跑分为3500 多核跑分为8200 其中3500的单核成绩 可能是一次超预期的跑分结果 作为参考 上一代E17跑的得分是单核2908 多核7238 Tiger算了一下 单多核分别提升了20%和13% 根据分数来看 E18跑应该继续保留了两颗性能核心 加四颗能效核心的6核心设计 性能核心的频率有所提升 而根据此前爆料 小梦8近似将采用台积电N3亿工艺制造 为2加6纯大核架构设计 从架构上来看 苹果E18跑的多核表现 若与骁龙8近似 也属于情理之中 这么些年 苹果向来单核最猛 多核性能在上一代较快被高通和联发客追上 至于GPU的图形能力 已经是苹果追赶的份 甚至是被越来越拉开了 不过此次爆料没有更详细的数据 核心数和频率都没有 Tiger只能猜个大概 看完骁龙和苹果 我们接着来看天机 天机9400这边 从曝光的工程机跑分数据来看 能了解到的信息就详实多了 天机9400的单核跑分达到2776 已经快要接近N17Pro的表现 多核得分更是直接达到了11739 11739这个数据有多夸张呢 联发科上一代旗舰天机9300G Bench6多核得分 在7500左右 一下提升了56% 牙膏挤爆了 与天机9300移动平台相比 单核提升26% 多核提升56% 是目前曝光的所有下一代旗舰芯片名 性能表现最激进的 不过这个数据是否准确还有待验证 博主数码闲聊站透露 天机9400的跑分是近晚 而不是超出11000多 当然了 这是工程机 性能释放可能比较激进 到了量产版本 会降下来 调教偏保守一点 为下一代产品流出提升空间 至于CPU核心架构方面 二者的说法是一致的 联发科在9300上开创全大核设计后 9400继续延续这一设计 9300是4颗Quotex X4超大核 加4颗Quotex 720大核 到了9400这里 是一颗Quotex X5超大核 加3颗Quotex X4超大核 加4颗Quotex 720大核 假如你有关注过天机9300的核心方案 你一定会发现 怎么联发科又偷偷改配方案 天机9300在刚被爆出之时 引起了不少争议 毕竟旗舰芯片完全放弃小核心 这是一个压力不小的挑战 例如能效果 控制得当才能最大限度地发挥出理想效果 不过在VVOG100系列的实测中 我们也发现 在游戏极限场景中 天机9300除了偶尔有些真理波动之外 整体表现还是让人满意的 发热控制也比较出色 而回过头来看 天机9400在此前4超大核加4大核的基础上 将一颗超大核更换为Quotex X5超大核心 激进程度可见一般 当然 台积电3纳米制程工艺 在经过近两年时间的打磨后 预计也会变得更加成熟 联发科想要放手一搏 也合乎情理 根据联发科这几年的传统 天机9400还是有蓝场首发 在年底 就能在VVOX200上用到这颗芯片了 回到高通骁龙这边 泰哥还得重点说一下 高通下一代旗舰芯片 将放弃奥运的架构 转而采用自研架构 骁龙8近4的架构设计 从之前八近3的1加3加2加2 变成了两颗NUEL PHOENICSAL 超大核心 加6颗NUEL PHOENICSAL核心 这一代芯片对于高通来说 有着非常重要的意义 从这颗BENCH得分来看 骁龙8近4跟天机9400难分上下 单核2845 要比天机9400高一点 而多核10628 则比天机9400稍低 与上一代相比 八近4单多核分别提升了29% 和48% 这个提升也是非常炸裂 不过Tiger要提醒的是 这是高通新架构的芯片 虽然跑分不错 但在实际使用中表现如何 还得拿到新机才能确定 有火龙骁龙888翻车的案例在先 咱们还是谨慎看待 总的来说 在制造工艺上 三款SOG站在同一起跑线 都将采用台积电第二代3纳米工艺制成 从上面各家载 G-QBench 6上的得分来看 联发科和高通的旗舰芯片性能 有显著的提升 而苹果则是常规的性能提升 依旧不紧不慢 早期爆出的跑分等到新机上市时 都会有所下降 虽然天机9400和骁龙8近似的 CPU单核得分 依然落后一系列芯片一代 但CPU多核得分超过苹果已然是事实 更别提GPU性能了 在高负载游戏下的表现 骁龙8近3和天机9300已经领先17POL 而苹果的不思进取 新一代旗舰芯片 GPU表现可能会被进一步拉开 总的来说 骁龙8近4将升级为全新的Adeno 830 图形性能要比苹果的N2芯片高出10% 天机9400将采用RN最新的GPU架构 性能进一步提升 相比于苹果挤牙膏式的提升 骁龙和天机显然更让人兴奋 关于最近一波下一代旗舰芯片 Tiger就先盘到这里了 2024年智能手机市场充满了未知 比如AI手机概念的确立 海量高品之手游上线带来的性能压力 以及业界普遍认为的换机潮来袭 下半年 这些旗舰芯片将陆续浮出水面 你更看好谁的表现了 欢迎评论区告诉我你的答案 想了解更多数码资讯 记得关注我们的频道 我们下期再见